天后李文离世后流出许多生前录音档 其中包括他控诉被中国好声音不公平对待 引发网友热议 陆续又有人揭露内幕 缠出当时李文抱病出席节目 因小伤不慎摔伤还被导演酸言酸语 而当时与Coco合唱永不失联的爱的学员王泽鹏 也终于出面发声 还放出长达17分钟的对话内容 表示节目录制时手机都被没收 完全无法联络Coco老师 而李文通知要重新分配演唱内容 以及虚妄则彭缠服的消息 工作人员也没有告知 节目组不只不通知Coco彩排时间 还规定学员在表演时要完全按照走位 不能转头回头和Coco有任何眼神交流 因此直到表演结束 他才看到老师跌坐在地上 也马上传讯息向李文道歉澄清 而他的之后先是安慰 没关系接着感慨 有时候会碰到一些非常坏的人 所以当场他才说 导演你讨厌我你在整我 没关系的 事情都过了 这个世界有时候会碰到一些非常坏的人 导演跟我说好 我们去改原本的安排 然后让你可以辅助我 是导演说的 这个就是 所以我当场就说导演你讨厌我 你去整我 这个真的太过分了 你要么就是不要答应我 答应我 就不要这样子对我 而对话中也能听到Coco就算被针对 还是一直鼓励学员 你才是这节目的主角 也提醒他彩排要注意的事情等等 如果我今天来不了 你不要当时什么 你唱得非常好 你的耳机听的东西很重要 那会影响你 加油宝贝 好多人都去支持你哦 好期待哦 而网友提问制作组 你们到底有没有这样对待Coco 导演还回复谁让他阻碍我们工作进行呢 再次引起各节怒火 粉丝们也感叹 这节目根本不值得Coco的善良啊